娱乐圈中有很多未解之谜 其中陈坤儿子的亲生母亲是谁 至今没有人能够回答 这同样也是暴脾气的陈坤 不能触碰的绝对禁区 自从2003年 陈坤第一次被爆料 似乎有私生子存在后 各方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究竟是谁 一直争论不休 究竟陈坤的身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 这里是咸鱼记 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陈坤和他的儿子 1976年 陈坤出生在了一个 并不怎么幸福的原生家庭中 在他还未懂事的时候 亲生父母便已然离婚 父亲转头另娶了娇妻 而母亲则被紧离乡去外地谋生 他只能跟着年迈的外婆住在一起 直到11岁时 他才被重新组建家庭的母亲接回去 与继父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生活 在陈坤到来之前 他母亲新组建的这个家庭 已经在风雨飘摇当中 尤其是碰上了当年的那股下岗浪潮 继父被迫只能上街摆摊 家庭主要收入全靠母亲一个人 这使得他们一家五口 只能挤在一个不过13坪的小房子 生活难以为解 年少的陈坤在心底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他定要出人头地 在16岁那年 眼瞅着家里生活 愈发艰难 身为长子的他 再也没有办法坐视不管 于是本来还应该继续念书的陈坤 自作主张地在此时选择退学 提前进入社会闯荡 1993年 陈坤抱着摄意识的心态 报名参加了全国明日之星歌唱比赛 虽然最终只是得到了一个 安慰意义的优秀奖 但这次的经历 却让他被一位歌唱家看重 他便是陈坤日后 常常挂在嘴边的恩师 王梅言 1995年 在被王梅言老师 调教了一段时间后 陈坤在前者的建议下 决定北漂 同样是在这一年 19岁的陈坤凭借一首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敲开了北京东方歌舞团的大门 而这是他第一份 凭借梦想赚到钱的工作 也是彼时 他所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生活 2003年 陈坤凭借着金粉世家里的 金燕熙一炮而红 自此终于实现了人生的理想 有言道 人红是非多 尤其是对于身处 舆论场中央的明星们来说 生活压根就不存在任何秘密 2003年10月 刚刚成名不久的陈坤 便被人挖出猛料 在报道里 重爆曝光 陈坤曾经在片场 与儿子打过电话 要知道 那时候的陈坤 对外公布的材料里 在婚姻状态以来 赫然填写的是未婚 这凭空出现的儿子 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 对此很难不让人 遐想连篇 不过由于后来 通过一家官媒 陈坤对此事做出过回应 表示这个孩子 是被他收养的 再加上陈坤名气刚有起色 关注度不够高 所以在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后 便逐渐没了声响 甚至并没有太多人 知道有这件事 直到2007年 陈坤因病住院 经过多年的发展 彼时的陈坤 已经算是娱乐圈的 当红小生 身边自然少不了 镜头的粗拥 然而 就是因为如此 陈坤儿子的事情 再次被人吵出声响 只是这次 不会再那么容易平息 一天 陈坤的继父抱着孙儿 一起在楼下玩耍 可能是觉得媒体 应该不会注意自己 两人都没有什么遮盖 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镜头前 显然 他们实在是 小瞧了那些狗仔的实力 短短几天 就凭借这一张照片 陈坤儿子 陈尊佑的全部信息 便被尽数挖出 各方消息交织之下 最后汇聚成一个关键点 谁是陈坤儿子的母亲 其实对于陈坤早年做出的收养解释 这些媒体肯定是看到过的 但这显然不会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于是那些跟陈坤合作过的女演员 便成为了首要的怀疑对象 首先是周迅 2000年 陈坤和周迅因拍摄 《相悟相语又相风相识》 善良真诚的千金小姐和自由浪荡的钟表店小伙计相恋 一度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完美情侣 作为住的离陈坤最近的明星邻居 陈坤与周迅可谓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密友 甚至陈坤就曾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传 周迅是他的死党家闺蜜 是自己的铁哥们 但是在娱乐记者的眼里 世界上哪里会有绝对纯洁的男女之情 尤其是两人在镜头前从不避讳 甚至有时还被拍到深夜互相串门 更增添不少瓜料 然而事实证明深正不怕影子血 陈坤越是跟周迅表现得大方自如 粉丝们越是不会相信媒体的这种说法 甚至后来 每当报道说周迅是陈尊佑母亲时 粉丝们都会将这家媒体当成小丑的表演 一向了之 2014年周迅与高盛远踏入婚姻的殿堂 陈坤带着儿子一同去现场送上祝福 面对镜头 周迅大方地将陈坤儿子搂入怀中 这是陈坤的儿子 也是我的儿子 谣言至此不攻自破 接着第二个怀疑对象来了 是陈坤的大学同学何林 相比于当时的当红女星 何林这个名字似乎很少有人知道 关注度也不高 而且从1997年到2011年期间 何林演了近50部影视作品 但唯独2002年 也就是陈坤儿子出生的这一年 没有任何的工作记录 作品和活动 这就有些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 此前有媒体报道 何林暗恋陈坤八年 毕业以后两人还在同一家经纪公司 这么快就真相大白了吗 但这时网友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陈坤儿子跟何林长得一点都不像 而且何林有一个女儿 女儿继承了她的大眼睛 所以何林也很快就被排除了 近日一张照片被爆出来 似乎陈尊佑的生母之谜慢慢露出水面 据悉陈尊佑以高中毕业要准备出国了 为感谢家人的照顾 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合照 照片中除了她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一对老年人 以及一个中年女子 讲络里的中年女子甚是眼熟 圆脸 蒜鼻头 呆眼皮 和以前流传的陈坤家保姆的照片 几乎一模一样 更让网友惊讶的是 她和陈尊佑的长相十分相似 这难道是巧合 五官神似再加上出现在餐桌上 让网友们不得不怀疑 这很有可能是陈尊佑的生母 传说小保姆刚到陈坤家的时候才19岁 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就有了孩子 小保姆本想以此作为要挟进门 但陈坤一家怎么可能答应 为了新世年人 给小保姆在沈阳买了套房才罢休 当然这种言论也就当个狗血剧情厅 但是粉丝都听不下去了 并发文要求陈坤出面澄清这件事 并告这些造谣者 在粉丝们的极力催促下 陈坤的响应也来了 他说假话传一亿次 那也是假话 究竟成不了真的 还表示这并不是什么大事 辟谣传闻后 陈坤还更新了自己的动态 自己的生活 自己过好 对得起自己就是幸福 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 至此 陈尊佑生母的身份 还是一个谜团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陈坤不公开 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孩子 毕竟娱乐圈 想有点隐私太难了 所以关于陈尊佑生母是谁 这个问题 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 如今的陈尊佑早已是个大人 在陈坤周迅等 一众娱乐圈前辈的关爱下 也在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对于我们吃瓜群众来说 只要知道陈坤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 是个合格的父亲 就够了 但就在前不久 有网友发现 陈坤的20岁儿子 在国外搞事情了 陈尊佑这一次 在国外与朋友们一同搞艺术 一次在策划 毕业画展 从陈尊佑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在国外的小日子 过得的确很潇洒 陈尊佑与众多朋友 一同先生在某画廊中 旁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艺术画 画风非常抽象 而作者就是陈尊佑一行人 由此可见 陈尊佑在国外就读的 应该是美术或者艺术相关专业 毕业后不是成为画家 就是成为画廊经纪人等等 的确美术专业在国外还是很吃香的 特别是对于像陈坤这样多金的家庭 平时画一下画 也就当作是日常消遣了 至于能否混出一个名堂 还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陈尊佑在国外生活的环境非常优越 蓝天碧云 落叶纷飞 看起来颇有诗意 或许这就是大部分人心目中的 求学圣地 大学校园 另外20岁的陈尊佑变化真的很大 五官看起来也越来越像陈坤了 和小时候比起来 简直是判若两人 如果陈尊佑小时候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孩 甚至不能够确定是否是陈坤亲生的话 那么如今看来 陈尊佑应该的确是陈坤的亲生儿子了 两父子看起来越来越像 只是不知道陈坤要等到何时 才会对外公布他儿子生母的身份呢 这里是闲鱼禁 喜欢视频内容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